柯建民柯總召講他講得很重 柯總召講說你那時候把藍營罵成那個樣 現在你變成藍營的 他用什麼理論大師嗎 他說變成藍營的理論大師 你們眼中看真的有覺得他這樣嗎 他講這些就會有藍營的票了嗎 至少就是說藍營的不會排斥他嘛 就是說藍營的看到黃國昌 哎呀有來參加這個地方的座談會啊 這個地方的事情好像也很關心 那對黃國昌來講他現在就去蹭嘛 只要多拉一些藍營的票 對他來講是有利的嘛 所以其實國民黨是要緊張 就是說只要看到黃國昌出現在你們這一個 藍營的這個政治場合裡面 哎就應該要小心了 那為什麼講說這個318 到這個這個十年的時間 那十年時間其實讓黃國昌真的轉變很多 這過去是這個反服貌的 現在就是說沒有我是反黑箱 我不是反服貌 然後這個318這個十週年 就在我們立法院的局勤樓前面 他有辦一場這個公民團體有辦一場晚會 然後其實黃國昌他也應該 從他的這一個國會辦公室 他是在中心大樓的11樓 那至少晚上你坐個電梯走下來 不用三分鐘的時間 來建議一下過去的老戰友嘛 過去沒有啊他在哪裡 他是在這個燈火透明的這個地方 大家看一下燈火透明的這個白色的這個燈火透明 那是他辦公室啊 就他辦公室啊 我在十樓他在十一樓啦 所以呢這個晚上這個大家在下面有聚會 那可是呢他在上面的開直播 那開直播據說也是到最後才開始講到一些有關318的事情 然後所以呢就很多網友就哭說啦 國昌老師出來面對 太陽花 黃國昌 國昌老師出來面對 然後呢就看到說這個我們的這個黃國昌 就是把這個沖打開 他說我現在是白國昌啦 白國昌已經不是過去的黃國昌了 在這邊有寫 那所以說這十年對他來講 過去就是批判國民黨的 批判國民黨的這個半分鐘 批判這個符貌協議 那現在那個你去問他說 如果說現在柯文哲還有這個侯友宜都說要重啟符貌 那問一下黃國昌那你現在看法是怎麼樣 你一樣是要這個跟著重啟符貌嗎 或是說沒有我只是這個關心這個 當時當時候是黑箱作業 所以呢我現在提出一個 兩岸協議這個監督條例 你看這個民進黨都沒有提出來 可是這個在2019年你還是當這個時代力量立委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兩岸聯盟關係條例 裡面就已經有提到了 如果簽政治協議的時候 國會要雙審議還要公民投票 那其實已經有包含這一個所謂的簽政治協議 該怎麼做嘛 那時候黃國昌也是立委啊 通過的時候他應該也知道嘛 那結果他這個就PO出一張 這個電腦那裡面是寫說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預計要提出來 你可以騙一下這些小草 小草可能不知道說過去在2020年之前 你當立委的時候 時代力量立委的時候 是做哪些事情 但是呢現在這些都是流程紀錄啊 所以大家也會去看說 那為什麼這10年 黃國昌已經變得這麼多了 過去是時代力量 然後罵國民黨 然後現在跳到這個民眾黨 跟這個國民黨這麼麻糬 不論是跟韓國瑜愛的抱抱啊 或者說這個只要是韓國院院長 才是的我都接受 就是這個立委執行員被沒收的事情 然後跟這個徐曉欣最近好像也沒來演去 去參加他直播等等之類的 那所以呢就可以看出來說 黃國昌真的為了要選 新北市市長用心良苦啦 這個做了很多過去不可能做的事情 原知藍營的人這麼容易就被拉走嗎 我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如果有候選的話 當然是支持自己的人啊 所以黃國昌我覺得保持友好是OK啦 但是一旦就是 撒卡都情況之下 還是會各自歸隊 而且我覺得 那個黃國昌現在已經跟柯文哲不同調了嘛 因為柯文哲現在還是很積極在 拉那個民進黨的票 譬如說像像這個柯文哲跟蔡英文見面 太柯惠啊 雖然說後來柯文哲發現說黨內有人反彈啊 給了大家一封信啊 就說哎呀蔡英文找我來談四個訴求啦 我跟他談一談啊 但是我還是對於他雙票也不滿啊 對他前置媒體也不滿啊 所以他真的很爛啊 可是實際上民眾黨內部 他們其實有討論過啦 他們認為說柯文哲的369萬票裡面 大概有200萬票是來自於蔡英文 因為蔡英文他上市選是817萬票 可是賴清德只有558萬票 倒了200多萬 那這其中去哪裡 到國民黨的機會不高 所以到柯文哲那邊去是有可能的 所以柯文哲現在其實有個策略啦 打賴不打鷹啦 就是說蔡英文的這些鷹粉呢 你還是可以來我這邊 我反對的是新潮流 是賴清德不是你們 所以下一次柯文哲如果說 還要再選總統的話 這些鷹粉 如果你們覺得蔡英文到時候被欺負了 比如說賴清德後來不尊重蔡英文啊 你們覺得委屈的話 可以來我這裡 所以柯文哲我覺得他還是會 像類似蔡柯惠啊 這一種動作 應該還是會持續跟民進黨遞感染枝 那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我們國民黨執責 也會覺得不高興啊 就是說你民眾黨到底怎樣 你是綠的 你是小綠嗎 那如果你是小綠的話 那你黃國昌你做再多 對國民黨示好東西 我覺得你是掛民眾黨選啊 還是有什麼用的 可是現在 所以你看蔡柯惠 有人那時候討論的時候 說什麼綠白河啊什麼 但黃國昌跟侯友宜見面這邊 大家就在講 這是另類的藍白河啊所有這些 可是當蔡柯惠的時候 黃國昌也跳出來 有不同一些意見跟 柯P又發了一個 一個什麼黨內的 制黨內的信啊或什麼 所以現在兩個人到底誰 他們立場會開始產生矛盾嗎 你說這個柯文哲跟黃國昌 白河立場就不一致啊 有些事情他就 你明明主席都已經去跟蔡英文見面 你要罵他無恥 那不是很奇怪嗎 那主席要不要順便罵一下 所以說現在大家就想說 這個白銀的內部是很紛亂嘛 你就體諒一下就閉嘴嘛 因為柯文哲只是需要一個聲量而已啊 他又不會跟你強立委的位子 你幹嘛那麼介意呢 那所以說現在就是說 黨內當然是 包括去黨團協商的時候 對於那個諮詢權要不要還回來的事情 黃國昌跟黃珊珊也是意見不一樣嘛 那所以說那你黨內也是一樣嘛 就是說你這個 在這次選舉洗完之後 黃珊珊的人是佔了上風嘛 就是把蔡壁文也趕走了 那這個黃國昌本來在黨內 就沒有什麼要經營什麼人脈 所以說黨內的人 然後這個我覺得如果說 一旦大家都說 柯文哲最近有去台大醫院比較頻繁怎麼樣 所以說呢 會下放一些權力出來怎樣 那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黃珊珊掌控民眾黨的機會 遠比黃國昌要大的很多 因為他畢竟裡面的人比較多 對而且他做過台北市的副市長 所以這個東西都要 那你黃國昌去跟侯友宜拉來拉去的 我覺得那是沒有什麼用的 除非你是有組織牌 你才會去 我跟你講過不久如果再次同框的時候 侯友宜就要被罵了 你相不相信如果你同框 你跟黃國昌再同框個兩三次 我跟你講那個立委要選的人 是不是會跳出來罵 罵侯友宜 侯友宜你到底要不要活 你現在那個總統選成這樣 沒有人檢討你 你要自己要看著辦 然後你還跟人家站在一起 對你還跟人家站在一起 你對你一次一次算了 因為你自己不用站好 然後一次兩次OK 好禮貌性的OK 但如果你再有繼續站的時候 你看那個好了 這個這個 黃孟凱 黃孟凱你要不要出來罵人 他要不要出來罵人 而且我覺得如果是朱立文 繼續做黨主席 我覺得這些立委 通常不可能會是他選的啊 因為朱立文依照他安排 桃園市市長的這個程度的話 他就是因為空降一個人 去打這個去打這個選戰 所以說他這個 他基本是為了選戰 我不相信會 會低到就是三個立委 再選這樣的一個程度 嗯